1月17号22时27分 搭载天舟7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摇巴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点火发射 飞船首次采用三小时快速交汇对接的方式 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 今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4 3 2 1 点火 点火 处理器光机 处理器飞离 文昌光学雷达更正常 摇车信号正常 文昌飞行正常 船舰飞离 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 天舟7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 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 神舟17号航天员程组在空间站观看了天舟7号发射实况 此次任务是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首次采取手动点火 通过简化发射流程以及相应的预案 进一步提升火箭操作的便捷性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火箭的入轨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刚才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显示有很多的零 每多一个零就预着我们的精度更高一层 可以说今天的入轨精度是在我们原有指标的基础上 提高了两到三个的数量及这样的水平 天舟7号货运飞船是我国首批改进型货运飞船 装载容积和装载量均提高了20%以上 此次上行物资总重约5.6吨 能够满足神舟17号 神舟18号两个乘组 载轨驻流所需生活物资 其中水果就接近90公斤 此外 飞船还携带了推进剂 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支持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实验 1月18日1时46分 天舟7号货运飞船采用三个小时的快速交汇对接方式 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空间站组合体再次形成三舱两船的构型 采用三小时交汇对接 它第一个是缩短了交汇对接的时间 减少了地面侧控的压力 另外它还提升了应对故障模式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后续三小时的交汇对接技术 会成为一个常态 按计划 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 接下来将进入天舟7号货运飞船 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